说古人八卦解汉字典故 今天说的是张谦 他是汉朝的外交官探险家 两次出使将中原的丝织品传入了西域 也让西域的音乐 两码 水果传入了中原 他根本就搞代购的吧 从那个时候就发明了这个行业了 汉朝初年 边境饱受匈奴骚扰 汉武帝即位之后 开始积极处理边境问题 此时匈奴攻破西域岳之国 以岳之王的头颅成久 人民对匈奴痛恨在心 却无力报仇 汉武帝认为这是大好机会 可以联合大岳之 共同抵御匈奴 建元二年 张谦奉命出使西域 他从长安出发 却两次遭到匈奴军队俘虏 我也是匈奴 有匈奴就给干了 那你跟着张谦一块去嘛 第一次 他在齐连山被匈奴抓住 娶了匈奴女子 也育有儿女 但他始终不忘自己背负的任务 找到了机会和随从逃出匈奴的控制 继续踏上西行路程 他经过车师国 秋辞国 舒勒国 翻山越岭 来到大渊 至此离张谦出发地已隔了六千公里之远 大渊国王很欢迎汉朝使节 派人做张谦的向导 带领他们来到岳之人所在之处 但是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岳之百姓生活安乐 无意与汉朝联合打仗 张谦又来到大夏 希望透过大夏得到与岳之合作的机会 还是无法达成目标 史记记载 谦从岳之至大夏 竟不能得岳之邀领 不得岳之邀领 就是指张谦无法达到与岳之结盟的目的 不得邀领 由此演变而来 指无法掌握要点或主旨 元朔元年 张谦启程回国 却不幸再次的被匈奴擒获 我看他是故意的吧 胸龙那边女生一定长得很漂亮 我猜恐怕有这个可能 被你一说我也相信了 一年之后 蝉鱼死去 张谦趁机逃走回到了中原 这一趟西域之行 一共历时十三年 成功开拓了丝绸之路 汉武帝封他为伯望侯 取义 广伯瞻望 七年之后 汉武帝有意联合乌孙 以断匈奴右臂 命张谦为中郎将 再度出使西域 随行人员三百名 带着牛羊上万头 无数的丝绸 玉器作为礼物 张谦来到乌孙 受到乌孙王的欢迎 但是乌孙国内情势复杂 乌孙人也缺乏对汉朝的了解 所以外交上并没有得到 令人满意的答复 不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往来 则变得密切 两国之间互同有无 交流当地的特产 确立了和亲关系 张谦又让副使 同乌孙周边的其他国家 进行外交 如大渊 康居 大月支 安息 捐赌 于田等地 此次的西域之行 相较于第一次顺利的多 四年之后 张谦启程回国 平安地回到长安复命 并带回了数十位西域使者 数十匹的两马 老师 牛羊上换头 换数十匹两马 这生意怎么会划算 这些西域人里面 说不定有你喜欢的 那这样就OK 对不对 张谦的西行 是汉朝与西域诸国 建立起往来的关系 使者络绎不绝 扩大了汉人的地理视野 直接促成中西物质文化的交流 西域土产 像葡萄 胡桃 芝麻 石榴 大蒜 胡萝卜等等 就是这样传入中国的 文化方面 西域的音乐 舞蹈 绘画 雕塑 也传入了中国 影响了中国的文化艺术 史记记载 自西域和汉朝往来之后 天子为了夸耀汉朝国事 聚酒成池 挂肉成林 在西域使节 参观各地仓库中 储藏的物资 让他们见识汉朝的广大 多具观者 行赏赐 酒池肉林 令外国客 骗官仓库辅藏之机 见汉治广大 侵害之 酒池肉林 形容酒肉之多 也指生活极度奢侈纵欲 毫无节制 张谦去世之后 汉武帝为了纪念他 将日后前往西域的使节 都称为国望侯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下次再见 知名 董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